大家好,今天是中央民国111年的11月12号星期六 那今天再来追踪一下我们这个价街啦 这里总共这是石森的芒果 那我们当初呢帮他做了三个地方的价街 第一个地方的价街在这里 目前已经长得非常好了 我们已经都把它拆掉了 把原来的那个袋子还有那个纸拆掉了 让它透露在自然环境中 这边已经开始慢慢的把它包起来 那个桑芋组织 桑芋组织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我们之前用了嫩芝街啦 看现在它的状况怎样 好像有一些领域的好朋友说你这个应该 说三成啊 说成功率三成 对成功率三成 我看只有一成而已啦 拆开看死了没 已经过几个礼拜了 应该是干掉了啦 过几个礼拜忘记了 我看应该是干掉了啦 对不对 看来来来开锅 啊哈 拍摄哦 要个绿色 而且还很绿哦 很绿很绿 这应该是 这个应该会成功啊 你看这里 好了 想不到在 牙应该会成功 应该会成功 然后你看底下的 那个 那个 商与组织 那个 增生组织 没有发霉啊 没有发霉 而且已经在长了 你看 所以 应该会成功 但是还没有 在不被看好的状态下 给三成的这样子的 那一个成功率的话 那圆丁老地 他就是要挑战 应该会成功 应该啦 还没有成功 如果让他成功 就再让他臭屁一次 那这个我再绑起来 接着呢 我们后来又做了一个桥接 啊 桥接咯 我们又做了一个桥接 我们看他 让他干掉或是坏掉了 我换到另外一边桥接哈 看一下桥接 桥接还是 原色 还是绿色的 你要在这边 啊 不会 原色还是绿色 牙还在吧 哎 牙还在 不过今天我要做一个动作 我要在上面做一个环 上面环科 或者是剪掉上面的顶牙 好 就把切 让那个羊分 动在家 对 我看 我在这边 有两个礼拜 有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 我在这边 做一个环科 啊 目的哦 来 切下去了 做环科 这个用意哈 如果你是有在家街的好朋友 应该可以知道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说明哈 小心你不要弄到那个缺碎 成功的 如果弄到成功的话 就悲剧了哈 这个环科就是 给它等 等一眼下面等韧皮部的那个输送养分 那这输送养分就是植栽哦 等一下我要讲 就是植栽 养分会从它光合作用上面输送往下 也有可能从它的根莖叶底下 好 储存的一个 先这样就好了 你没有先这样就好 对 不要一次太 好所以来 圆丁倒地它还是比较 渐进式的就是用 那一个枝检 把它皮 破坏了一层而已 那破坏这一层 没有完全的断掉的话 就是渐进式的 让这个养分的输送 阻断在这里的时候 让更多的养分输给这一个桥接的位置 那因为最近我也在复习 那一个国中的生物 养分的输送 养分指的是植物自己制造的养分 会往上或往下 所以这里断的是希望由下往上之后 断在这里就是提供给我们这个桥接的 桥接的这一个芽 这一个结穗 它也是一个芽 然后这些养分来源是什么 来源就是原来植物从上面的叶片制造光合作用 储存在我们的金根叶 这个都是营养器官 甚至底下根 所以有一些落叶的植物 落叶的植物 它冬天的时候叶子都落光 它其实叶子就是 那个养分就是回流 回流到植物的根啊 金啊底下 那等到来年的春天 再从底下往上输送 供给给它发芽之用 简单的做一下这个心得跟说明 所以我想这个桥接应该机会很大 那至于它是什么品系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 很多朋友在问 比如说我靠接上面 有些时候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太多了 太多了 大概只能够确定 这是十三秒 没有这么多 就是做这样的动作 好 那现在的记录哈 就是打开看一下 那叫做嫩芽 嫩芝街 顶芽的嫩芝街 目前看这个成功率应该是有的 已经提升到六层 好提升到六层 所以那个领域的好朋友 说的三层 我是更狠 因为给它一层 想不到拆开还是绿的 所以好了 勉强的给它六层的成功率吧 好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了 所以喜爱嫁街自己 复制果树子栽的好朋友 参考咯 我常在说的 没有哪一种方法是最好的 只要能够成功 它就是好的 好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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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